不慎掉进下水道 在电影第601个电话当中呢 朱比畅不太走运 连走路都能够掉进下水道 虽然拍戏很辛苦 不过导演张国立对他呢 可是格外的费心 一会儿吹胡子瞪眼 一会儿又像红小孩一样 逗递递开心 这大热天里还要往下水道里钻 不用说忍受难闻的气味 要是不小心 还有掉盖井里的可能 朱比畅这个主演干的 可不是轻松的活 一定要脚踩石头再往下走啊 镜头NG了几次 张导不得不苦口婆心的 给周比畅说戏 你看他拍桌子的架势 是不是有点敲闪静火的意思 人家周比畅还是学生呢 这么大的声音 也不怕吓着人家小姑娘 但张导演也不是一味的忙干 打三下还得揉一巴掌呢 你看他吼完以后 又给周比畅同学买糖吃 还真是管用 经过张导演大棒加胡萝卜的调教以后 从完成的镜头里看 周比畅演的还是颇为生动 为着洒水车一浇 还真有点落汤鸡的意思 电影第601个电话 是周比畅的第二部电影 尽管还是积累了点演戏的经验 但碰上真格的周比畅的演技 还是显得有些青色 脖子都落沉了 演得如此扭念 难怪别人要笑你 周比畅同学可要加紧用功 用老师们的话说 才能迎头赶上 她不善言辞 只愿用歌声表达自己 她相貌平平 却得来万千歌迪的宠爱 如果你是铁卡比尼 如果你关注她的一举一动 7月24日 请跟随每日文化播报 走进生日宝贝周比畅 即向三千比迷的狂欢 寻找邻居的感动